換好了 各位 我發現到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H H罩杯 也會依奈 基本上是 基本上就比較合一點 但是也是會掉出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滴滴滴滴 今天是日本型的超級特別企劃 今天雲仔就要來傳道授業 解惑也 傳說中 日本都會被叫做歡樂杯 到底是為啥呢 究竟台灣跟日本的算法有沒有什麼差別 今天我就要帶大家去一探究竟 所以我找了日本兩間很有名的內衣店 一個Peach Jump 一個Amerfield 兩間都是平價然後有名的很大的連鎖內衣店 所以道理來說裡面應該什麼罩杯都要有吧 今天我就來看一下究竟 平宰在日本的罩杯會是多大 是一樣呢 還是說我會買不到內衣 另外也是因為我現在內衣已經穿了一年多了 實在是有點久以前我已經有點泛黃了 所以應該要買新的內衣 好啦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出發嘛 喝 好啦 那我們到了第一間Amerfield 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所謂的罩杯呢 是上尾-下尾 那這個東西是美國的罩杯公分都不太一樣的 我就來看一下這間到底有沒有我的尺寸 待會會請專業人員幫我量一下我的上尾跟下尾 嗯 現在沒有人 Hello すみません 我請她幫我量一下尺寸 因為剛剛梁兄偉是不能拍的 剛才已經量完了 她說是 70里去 上下差28公分 好 那我現在就去這邊 哪裡有我尺寸的內衣 有點糟糕 就是剛才看到現在這邊 基本上都是最大只有到1 所以我現在要去找一下有沒有H的 剛才店員跟我說 就是這一區才有過這尺寸的罩杯 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喔 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 H罩杯 H罩杯 但是我覺得這個款式 有點太花了我覺得 這個的話就長得比較好看 H罩杯 天啊 給大家看一下H罩杯 一手無法掌握 一手無法掌握 我先避開 這件內衣的款式算是蠻華麗的 很有日本的風格 好 那我們就去試穿一下 其實我個人我是比較喜歡這種內衣 比較舒服一點的 但是日本人內着 也是蠻要求的蠻講究的 日本人連色衣都很講究 這邊就沒有我的尺寸了 有點可惜 各位 剛才這邊店員跟我說 就是他希望我試試看他們的E罩杯 因為他說他們的E罩杯也算是蠻大的 而且因為這款很好看 所以他們希望我試試看 那我就來試試看這一款的E 失敗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我剛才挑的H罩杯 E罩杯真的是太爆了 完全爆出來 剛才就是異奶的狀態 換好了各位 我發現到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H H罩杯 也會異奶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比較合一點 但是也是會掉出來了 喵 要跑不去了 失敗 沒有找到 全部都太緊了 因為他們這邊 最大就是到H 所以他剛才一開始幫我量的時候呢 我感覺到他就是有勒緊一點 然後說 是H這樣子 然後他們這邊 其實到H的款是非常非常之少 他一開始就有拿另外一款 比較好看一點的 跟我說 就算這個是E 但他的罩杯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剛才一開始試的E罩杯 這邊呢是完全異奶的狀態 要一直遮著 再來是 4H罩杯 H罩杯 雖然說比較合一點 但他還是會 讓我變成兩層 一樣是有一點異奶的狀態 這邊的H 我也沒有辦法 可是 我剛才試的那款 已經是這邊的H裡面 算是做的比較大一點的了 好 那我們第一間呢 就是失敗收藏 沒有我的尺寸 我們就朝第二間前進 沒錯啦 還有下一間 你們以為大兄 你還會這麼容易放棄的嗎 不會 我在台灣都已經那麼難挑衣服了 沒錯 在日本也很難挑 找到一件內衣 再回台灣 我們前往Peach Jump 大迷路 原本 15分鐘 我想說 當15分鐘的抱走兄弟 現在已經 迷路了半個小時了 哇 不應該下日本的地鐵 日本地鐵 又是夏天太豐富了 有點 他們懂日文的話會很難走 但是建議大家不要在 車站裡找特定商店 如果你不會日文的話 就是像我一樣 15分鐘車程 硬走成半個小時 一定是那一棟大的 當了30分鐘 抱走兄弟 終於到了 樂到一個爆掉 好 事不宜遲 趕快進去試一下 這間有沒有我的尺寸呢 真的希望可以 抱得一見 適合我的內衣 回台灣 好 GO 喔 Painty Shop是比較 更Lady一點的款式 這邊價格也普遍 Emerfield那邊 再便宜一點 這邊 就超過2000的 就比較少了 但是我剛剛發現 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就是它這邊都墊得 非常非常厚 超級厚 這麼厚 冷慶囊得晚的商品 然後超級厚 這個 實測 究竟墊多高 這樣 好 我們現在直導房 我直接去問店員 有沒有H罩杯 的演唱 對不起 那 謝謝 最大的尺寸 是 8 喔 喔 沒有H 謝謝 G G G OK OK 5 1 OK OK 65 7 可以試嗎 OK 各位觀眾 他們這邊呢 甚至連H罩杯都沒有 我稍微說一下說 他們這邊的罩杯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所以呢我剛才得到了一個 70G的 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比較唯一提的地方就是 它這間店啊 已經非常非常的厚 如果墊了這麼多的話 通常歡樂杯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G罩杯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墊子了 但如果還需要電腦才能到就是G罩杯的話呢 那可能就有那麼一點危險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私衣間 超級可愛 很粉喔 好笑 好啦 就如我說想 整個溢出來 給大家看看如果溢奶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首先我穿個衣服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溢奶的哪衣服能穿 現在穿衣服給大家看一下 穿上衣服後的效果會變成這樣子 如同大家所見 從正面看它看起來就是會 凹凸 然後側面看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有一層圓的 下面也有一層圓的 那兩層的話就不好看 所以會買的草杯不適合自己 然後穿衣服也不好看 看來我在PC場也沒有辦法 如願地買到自己的內衣 衣服上的話可能它真的 也不是很適合大雄的人過來買 雖然說他們這邊的灶杯是做的比較大一點點 但畢竟日本的G跟台灣的G的公分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 我是量出來是H 而且可能還比H更大 甚至可能會到I 如果有I罩杯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買了 但是Emma Feel那邊最大到H 那這邊最大的就是到G 而且它這邊G罩杯的只有這一件 好 那就吃個吃飯 好 好啦各位 非常遺憾的 我在這兩間都買不到 適合我的內衣 那如果說 剛才的Emma Feel 它如果有I的話 說不定我就可以穿得下了 所以說 哪知道我在日本是I 好啦 但是我還是必須跟大家說 其實呢我一直覺得 歡樂杯這個詞呢 我們不能定義說大就是好嘛 那小就是不好對不對 我覺得大小都很好 不管是什麼Size 各有它的美 所以呢 雖然說叫歡樂杯 但那就只是一個代稱而已 胸部大跟小都是很美好的 就是爸媽生給我們的禮物 但是日本歡樂杯這件事情呢 它大概就是因為在台灣 量的灶杯是G 可是呢在這邊可能就變成I了 歐美尺寸的話 既然現在是G 那我可能去歐美就是I之類的 就是美國的算法 似乎都不太一樣 會有一點些許的差別 那我們這次的施策 就到這邊結束 很可惜沒有買到內衣 其實我很想買日本的內衣 因為通常我的內衣 都是比較樸素一點的 可是日本的內衣真的很華麗 而且我覺得還蠻優雅的 穿上去之後都會覺得 哇 超優雅 好啦 那各位 如果還想看我挑戰什麼內衣 開玩笑的 那我們日本歡樂杯實測 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各位的收看 日本東北行政事結束 我是屁屁媽媽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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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